椰汁紫米西米露 大家好,我是Tiffany 今天和大家做一個非常簡單易做的中式糖水 就是椰汁紫米西米露 現在先看看今天的主要材料份量 現在事不宜遲就教大家做椰汁紫米西米露 這個就是紫米,可以叫做黑糯米 其實它有很高的花青素,有抗氧化和補血的功效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之前已經浸了3小時以上 其實黑糯米至少要浸3小時 記得浸之前,記得洗乾淨才好浸 然後我會煮一鍋水,用來煮西米 水滾下西米 煮10分鐘 10分鐘之後,就會關火 再煮半小時 大家可以看到它已經半透明的狀態 然後我們就可以關火,煮半小時 西米就可以放在一邊去煮 然後就煮紫米 我就會用剛才浸紫米的水 先煮滾它 水滾之後 就可以把紫米倒進去 就可以把紫米倒進去 看見到它開始煮滾的時候 就可以關小火,煮40分鐘 這個西米已經焗了半小時 這個西米已經焗了半小時 大家可以看到它全部都已經變得透明了 這個時候我預備一個隔篩 將它過冷河 然後開水後 將它過冷河 然後開水後 將它過冷河 將它過冷河 這個紫米已經煮40分鐘 大家可以看到它開始結身了 然後就可以下片糖 甜度就按國人喜好 下片糖 之後就煮到它5分鐘 基本上5分鐘 糖都已經融光了 這個時候就要不停攪拌它 不停攪拌它 免得它就會黏底 糖溶完之後就可以下西米了 然後下完西米之後 我就會開大小小的火 不停攪拌它 再煮到它2分鐘就可以關火了 記得關火之後才下椰漿和淡奶 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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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分享的椰汁紫米西米露就已經完成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星期再和大家再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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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